第八集的国际马士短打 大家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第八集的国际马士短打 这集大家看到片头的图 今天这集的短打都是与人有关 主要与人有关 马就可能拉一点 怎麽拉一点呢 都跟杜远欣和马有关 另外那两位,布宜鹤和Billy仔 我稍后再说 首先跟大家跟进一件事 就是说杜远欣 其实在九月开始 这边也有不少的报道 就说杜远欣和马坤很积极的 找这个麦尼本杯的座棋 记得早两集的短打 跟大家说杜远欣几乎被人罚停赛 这件事 那时候我都在温沙马场看到他 我也有问过他 也有问过他大概是怎样的 当时他都未确认到的 但是未确认到 麦尼本杯有没有马跑 但是由九月开始到现在 其实都比较上似曾层的说法 就是原本有机会跑 即是华丽纳会被马去跑 那只叫做蘇琴 那麦苏琴 那麦苏琴原本这匹马 未去澳洲 即是改投华丽纳之前 那麦苏琴本来 就是在欺国斯道的 那麦苏琴 那麦苏琴也都在英国 都曾经骑过他 那麦苏琴 所以很多说法 很多传闻就说可能是这匹 那麦苏琴也都是在之前 之前我说的麦苏琴 那麦苏琴的护榜 就是说Desert Hero 那麦苏琴 那麦苏琴也都是榜上有名的 那麦苏琴的护榜 那麦苏琴是53.5公斤的 那麦苏琴的护榜 那麦苏琴本来也是这样说的 那麦苏琴初两天 事情就明朗很多 因為杜遠恩確認了 當然他就不是騎這隻蘇琴 剛剛在10月7日這匹Future History的馬 在費明頓就贏了金銘斯錦標 這場是Groob 3 這場是Bark Cummings一直都是屬於麥爾本杯的入圍賽事 即是贏了這場賽事的頭馬 就會自動拿到麥爾本杯的參賽資格 這一筆Future History就是Kieran Meyer和David Eustace 即是馬漢雅和尤達榮的馬房 Kieran Meyer大家都知道 他在麥爾本也是一個超級大馬房 他在麥爾本的基地的規模可以比美在City的華麗納 養馬量就很驚人 去年麥爾本杯冠軍Gold Trip 那一筆Gold Trip都是這個馬房 其實大家都不奇怪 如果在麥爾本的大賽事 這個馬房很多時候都是馬海戰術 又好像在City的華麗納一樣 有時候跑普通賽事 可能一場馬有一半以上的馬都是這個馬房 這個馬房真是powerhouse來的 這場馬房贏了巴金明少女 就拿到參賽資格 他獲配的負磅是50公斤 50kg 其實是很輕的 即是110磅 真是輕飄飄 所以不知是否這個原因 再加上這匹馬馬主 這匹馬馬主本身 都跟杜遠欣都認識的 所以一拍即合 所以現在確認了 杜遠欣就會跑了一隻Future History 就會欠一個麥爾本杯 他也是寫下歷史的 因為杜遠欣應該就是澳洲紐西蘭以外 第一個女騎士 即是叫做海外女騎士 參加麥爾本杯 都是一個第一 第一 當然這個馬房 剛才我說的 這個馬房也有很多隻 當然大家記得 大家看完東寶錦標 這隻gold trip 都很厲害 那種後上 可以視浪漫勇士沒有到的 還要是嚴短的路程 所以當然 跑了這一場之後 gold trip的行程都很高漲 但是這一匹Future History 這匹道遠欣的座騎 大家都不用忽視 因為過去這匹 過去跑Bark Cummings 贏了馬 在麥爾本杯 其實表現都不太差 所以 即管看下這匹馬 用了道遠欣 又背到這麼輕磅 會不會有機會殺人 還有大家都可以 派一點定心遠給大家 其實道遠欣 大家都還記得 他今年 這兩年 火柏這隻 True Shen 真章 都跑過很多長途賽事 大大大長途賽事 也都是有板有眼 剛剛True Shen 都贏了馬 所以 即將來週六 英國冠軍錦標賽日 True Shen 都會出戰英國冠軍長途杯 所以 如果要跑大長途 道遠欣絕對是有經驗 也都是表現不錯的 儘管看下 他就是欺負他 可能是第一次去費明頓 那就 要熟習 這樣解釋而已 但是如果 抽到一個好檔 他又有這麼輕磅 那 都 都算是一匹有實力的馬力 大家就不妨留意了 簡單交代了 道遠欣的麥爾本杯座期之後 當然 今集的主題 都是說 英國馬貴的修路 這個星期六的英國冠軍錦標賽日 或者冠軍賽日 正式的冠軍賽日 Champions Day 也都是騎師方面 一個馬貴的一個殺 最後的對決 其實呢 去到這個階段 冠軍騎師 冠軍見習生 已經是明朗了 因為 都剩下 今天是星期三 錄這條影片的時候 是星期三 其實還有四、五、六 還有三天 英國方面 我們英國這裡 好像Campton 這些才跑九場而已 但是一般而言 很多地方賽事 都是七場或者八場 所以基本上 現在正在排名榜首的 建築生的Billy仔 和布宜鶴 基本上已經是奠定勝局了 所以 還有就是 在這裏 剛剛今天 就是 Great British Racing 就是這個 專業 亦都 拍了兩條短片 分別跟Billy仔 和布宜鶴 拍了兩條短片 就是 恭喜他們 正式成為 今屆的 今個馬貴的 冠軍騎師 和冠軍見習生 所以 都可以率先和大家說一下 大家還記得 在年初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 我在尤達Bestback 當時還沒有拆開兩個節目 在尤達Bestback 的時候 有一集 都和大家說 叫大家認住Billy仔 認住這個Billy仔 是吧 都給你們看回當集的封面圖 給你們看回 叫你們看回 認住這個Billy仔 當時 都告訴大家 這位Billy仔 盧彥玲 有多厲害 有多高天分 更重要 當時他只有16歲 還未到17歲 還未到17歲 可以不計算 因為正式的馬貴 就是4月 3月底開始 所以 嚴格來說 不可以計算 那幾個月去美國 學法 也不可以計算下去 但是他也算是用一個很極速的時間 大概是8個月左右 就贏了95場 就叫做畢業 現在為止 他就贏過百場 但是在英國賽季 那個計算 那個計算 他也贏了56年 所以距離第二 去年的冠軍建築生 Bernard de la Seille 多了10 領先了17場 其實基本上 就是 沒得追 因為 大家都看 這裡 因為每一天跑 其實 現在已經看到 那些騎士 接下來 那兩三天 他會有什麼馬跑 所以 拿著這個優勢 Billy仔 就正式成為 正如我們 最早之前說 那一集 叫你們認住Billy仔那一集 那一集我都已經開了期票 就告訴你 這位 將會是 今年的冠軍建築生 那就慶幸 他的表現 亦都 沒有被我看錯 就正式成為了 冠軍建築生 這個Great British Racing 都跟他拍了一條 短片 介紹 他自己說回 就是 剛剛回顧馬桂 或者是 講回他小小背景 那當然 他爸爸 他爸爸 他也是一位練馬師 他早期都給了很多支持 因為他本身 Billy仔 都是騎Pony 就是騎一些幼馬 騎Pony 開始他的拆騎事業 因為他一直都接觸馬 他自己都騎完馬又在馬房 照顧馬 學照顧馬 學照顧馬 等等 所以他對馬 亦都有很一定的認識 以及熱枕 那 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天份很高 你看到他的走位 我們在這裡看到他的走位 或者他對這個場地的觸覺 閱讀賽事的能力 真的相當之高 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在Campton 其實他都不知道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出賽 其實跑了兩三次 就已經知道Campton是怎樣跑 那即是很快 即是那天就已經贏馬了 我亦都很開心 直都是親眼見證他畢業 即是贏了第95場頭馬 亦都是在Campton 亦都是在Campton 那即是 造就他能夠成功畢業 就是蓮馬斯 George Bowie 那大家都是外爾蘭人 所以可能是 這樣的關係 大家都很努力地幫一下Billy仔 所以在這裡我就要衷心恭喜Billy仔 即是他今年的努力 也都是得到回報不得止 也都 即是 即是現在他才17歲 那其實就 接下來真的有很多前途 那 我都說過 他有機 之前杜遠恩設定了一個紀錄 就是說他 是第一位 就是贏在英國所有的平地馬場 取得球馬的騎士 第一日 那就是杜遠恩 那杜遠恩今年26歲 那你都可以想像到 他都用了很多時間 才能做到這個紀錄 但是Billy仔 今年才17歲 那其實他現在贏的 超過100場頭馬當中 都去過很多不同的馬場 那他很多地方都有去試過跑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杜遠恩是第一個 能夠完成這個紀錄 那麼可能 然後呢 Billy仔就是第一個最年輕的 最年輕的一位騎士 能夠 跟杜遠恩看齊 那麼 當然啦 那麼他禮拜六 那就是會在冠軍賽日 那也都會 開跑之前 那就是頒贈這個 騎士冠軍 建材生 那當然其中一個主角 就會是Billy仔 那當然我 就是我 馬王哥頓 都會在現場 為他立喊座威 或者為他鼓掌 那也都很開心一件事 那因為 如果不是哥頓 很早之前提起Billy仔的話 那我都不會 就是他令到我 就特別注意他 那也都看到他真的好有天分 你看到他的騎馬 和他那種 那種初生之族不畏虎 或者那種 那種 表現呢 你看到都真的很開心 所以就先交代了這個冠軍建材生 那到最後 那當然了 冠軍騎士 就是布宜鶴 那都簡單說回來 這個英國賽季究竟有多長呢 那其實呢 雖則 這個 草地的 草地的賽季 就是由這個 跑完杜拜世界杯之後 開始的 但是真真正正 就是今年計 今年計 這個英國賽季 就是由5月6號 就是跑這個堅尼 就是這個2千堅尼 那個賽日 那個賽期開始 就直到 10月21號 就是這個英國冠軍賽日 那其實呢 5月5月6號 到10月21號 其實你可以看到中間是幾個密集 而在這段日子 就是每一天 就是每一天 你跑什麼馬場 就是都是計算的 所以都是很緊湊 那最後呢 就是截至今天為止 星期三為止 那布宜鶴呢 就累積了135場頭馬 就是在這個period裡面計算 就是135場頭馬 那就領先 現在上了第二位的莫艾成 就是 31場 那第三位呢 那就是 Ross Orion Ross Orion 就是黎應揚 或者我叫做韋洛沙 那Ross Orion呢 其實呢 其實呢 早期呢都沒有那麼上的 但是呢 就是最近這幾個月呢 他的表現就很誇張啦 就是有時候贏了三場啊 那現在呢 他就103場 還有還比 就是比原先的馬昆 排第二位的馬昆 就是拿過了他 那但是馬昆呢 其實都不是相差太遠的 那其實就是 就是 現在馬昆是102場 大家看到的表 那 cruze Vermeer 就103場 那就是 那其實呢 這一次是 就是到去到 跑到去去10月21 才可以到這個結果 但是布爾學就一枝獨秀了 那現在都很明顯的了 又是一樣了 那你在我面前就只有3天 那於 那你3天 布爾學都 都有機會再出賽 起碼是Champions Day的日子也會有馬跑 星期四的日子就好像沒有 布宜鶴就沒有出賽 星期五就有了 所以布宜鶴就成功衛免了冠軍騎士 如果大家有看我過去的節目 其實我都跟大家說過 其實布宜鶴今年的衛免之徒 就不是想像中那麼順利的 因為都說過 之前我們說的艾少麗也好 在我之前說的節目也好 大家都知道今年的高多芬 即以艾柏斌為首的高多芬 因為他們是高多芬的主稅 今年多麼災難 我都說過不知多少次了 即是剛剛之前那個 那個新市場賽日 就叫做一洗颓風 平平平平平的 而且都是踏入九月之後 高多芬的馬就稍微好一點點 所以頭馬數字就飆升了 但是早段沒有高多芬 即是這個大水喉 再加上另一個頭馬來源 George Bowie 今年也不是表現太突出之下 其實在開季的早段 其實他都不停要找很多其他列馬斯 讓他跑 所以你會看到他有很多 有時候會騎一下夏偉卓 甚至乎他以前做建杂生的時候 效力的鮑爾定 Andrew Boulding 甚至乎以前的老闆 高士登 都要跑很多不同馬房的馬 甚至乎有一些中下游馬房 都要騎 所以今年這個冠軍騎士 其實競逐都是很激烈的 以及早段莫艾成的復出 當時那個氣勢都很厲害 因為他火拍Andrew Boulding 因為今年其實莫艾成 主要都是為Andrew Boulding 鮑爾定會騎的 偶爾可能會騎一些高多分 即是蘇萊的高多分等等 所以早段莫艾成其實都是一度領先過 也挺大的差距 直到轉捏點就是在七月盃 即是在王家亞事局被罰停賽 被罰停賽 那次他罰了8天 我忘記了是用哪個過渡 即是犯了用哪條例 還是不小心拆旗 那就罰了8天 那就橫跨了七月盃那段時間 所以那段時間他罰了幾天 那就影響到他不但他的優勢 那個領先優勢沒有了 還要先被返先 所以那個轉捏點就是過了七月盃 之後鮑爾後就叫勤力 其實在很多額外的支持之下 慢慢慢慢就漸入街景 再加上九月份開始 高多分即是大柏斌那些兩歲馬 高多分的兩歲馬開始就發揮作用了 幫他穩定了 所以現在他就135場頭馬 當然要跑到最後才知道 究竟他是多少場頭馬 但是以現在計算 他就已經成功衛免了冠軍騎士 當然我就很替他開心 早兩天 我在Campton 星期一跑馬 我也看到William 因為我去完法國回來之後 都沒見過他 因為是合不合適 合不合地方一起去看他的跑馬 但見到他 我也有跟他講聲 也有恭喜他 也替他開心 他都叫我星期六早點到 可能見證他再寶貝 我也很希望 去年剛剛錯過了 因為火車延誤 早出門口都趕不去 去到就已經盤了盤了 盤了盤了 這個專業 拍了一條很特別的影片 過去去年 他好像冠軍騎士一樣 他都會有拍的 去年就比較多些 報以後就多些 他自己的親身說法 但今年就有點不同了 今年的主角就是他的大兒子 Thomas 五歲大的Thomas 這段影片就短短分多鐘 但這段影片就沒有話說 為什麼會沒有話說呢 其實我還是看完這段影片才知道 雖然我跟他都很熟 有好朋友 跟他一家都好朋友 尤其是他的兒子 他五歲的Thomas 我也很喜歡他 因為他真的很可愛 偶爾都會買些東西送給他 讓他開心一下 五歲 但剛剛看完這段影片 我都覺得有點眼濕濕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完這段影片才知道 原來布宜的兒子 Thomas 其實那個大兒子 原來是患了自閉症 但表面看起來完全沒有跡象 不像他有這件事 所以這段影片 其實完全沒有說話 只有文字 那些文字 就是由報以後的太太 Jane 所以整個畫面是很感人的 所以整個畫面是很感人的 也看到他兩夫妻 對他的兒子 如何照顧他的兒子 如何愛惜他 現在的小兒子Oscar 都已經一歲了 他們兩個兒子都很好照顧 布宜學 很多時候他都要出去外地跑馬 去法國、愛爾蘭、美加 剛剛最近就去完美加 去完加拿大 接下來他可能會有BITAS Cup 去不去日本就不知道 所以看到這段影片是很溫馨的 這個畫面 所以看到也有點感動 也挺感人 也看到這個Great British Racing GBR這個專業 做得也很鋪排得很好 所以我希望可以拿到這段影片給大家看 所以我要嘗試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拿了下去 會不會有版權 但無論如何都好 我都會在這個短打的結尾 所以我會給大家看這段影片 希望大家就很認真地看完這段影片 看到這段影片的溫馨的一面 對於布宜學也是一個鼓勵 說到這裏 今集的國際馬視短打就到這裏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幫我分享這段影片出去 叫多點朋友訂閱我的頻道 看我這段影片 另外就是我們的財馬平台 D馬路路發 Mathorce668.com 尤達和馬征USB的Facebook專頁 大家都記得 要看完整個平台 當然這個牛達頻道 大家一定要鼎鼎支持 除了剛才我說的COS 我也希望多點朋友訂閱 之外更加希望大家可以課金支持 即是轉數快 或者超級感謝超級留言功能 大家都希望能夠課金支持一下我 當然片中有廣告 大家記得看完它 謝謝 我真的衷心感謝大家 接下來下一輯 下一條影片 就會是英國冠軍錦標特輯 正如我上一集在Bestback都預告了 今次我就不會再講香港馬 因為這個冠軍賽日 何等重要 所以也是英國馬跪的殺科 所以這條影片我無論如何都會做 希望這條影片 即英國冠軍錦標特輯 就在星期五上載在Youtube 大家可以看 我亦都會把這條馬仕短打的連結 都會放在英國冠軍錦標特輯 同樣 當然這條影片出了的時候 還未有 但我會後補 將英國冠軍錦標特輯的連結 都會放在這裏 所以希望大家留意 最後呢 希望大家看到尾 看完這條 這麼感人的影片 這麼感人 恭喜阿布爾學 這條 我們下一條影片 再跟大家見 拜拜 好 好 10 AI gonna tournament Untoノ I feel good Who's that? R settlers Who's on the TV Thomas? empez... Who is on the TV? Who's that? Gordreал REAM Thomas loves Diddy simul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